你吃过柔软又拉丝的牌包吗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这一款 不仅柔软又拉丝的奶酪牌包 而且一次性可以出满满一大盘 家人怎样都够吃了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在打面之前先将液体部分搅拌均匀 将枫叶 面奶 白砂糖 蛋液 牛奶 搅打至我们的白砂糖全部融化为止 白砂糖融化后将它倒入打蛋盆中 然后我们将高筋面粉也是倒入盆中 还有我们的酵母 夏天打面的时候由于温度比较高 建议大家绑一个这样的冰袋在我们的打蛋盆外面 我们的厨师机先开低速 我们的面团搅拌成团后 好我们继续打 开中速 可以扯出这样厚厚的膜的时候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加盐 还有黄油 还有奶油奶酪 同样开低速 好奶油奶酪和黄油全部融化 这些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 然后我们继续搅打 大概两到三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有没有手套膜 我们拉起来比较轻松 就边缘我们是比较平滑的 没有那种锯齿状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 打好的面团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温度 26度 我们面团一定要保持在24到27度之间 表面团光滑 我们今天要用两次发酵 好这是第一次 盖上保鲜膜 好我们可以放常温发酵 或者是放在我们烤箱里面带有发酵功能 38度就可以了 我们发酵半个小时 好时间到了 我们已经发到两倍大 好我们将它取出来 排气排好后 我们将它分割成十份 一个大概70克这个样子 分好后将它团圆 盖上保鲜膜 或者是这样一个袋子 让它松弛15分钟 这样面团松弛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将它整形 将它擀成椭圆形 好底部稍微压一压 慢慢的先折一截 然后慢慢慢慢的将它裹起来 顺着这个力度就卷起来了 好之后我们这样收 稍微将它搓长一点 这样一个就做好了 好其余的九个我们 以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最后一个放进去 继续盖上保鲜膜 我们发酵至1.5倍大就可以了 我们发酵的差不多了 在表面上刷一层蛋液 好我们放烤箱中下层 我们烤箱已经提前预热好了 上下火180度 好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 在我们的面包上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地盖一张锡锅纸 好这些面团有点多 将它放凉 这次我们的面团有点多 大家可以减少一根到两根这样的面团 然后效果会更好看 我们来撕开看看 实在太好吃了 忘记结尾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